現在沒有想到開始 北市客也剛才開花了 北市客剛才開花 很清楚 今天市場市的備忘錄已經出來了 結果都是柯文哲搞的 而且更不要的是 時間點 2021年的3月3號 2021年的4月19號 這什麼時間 剛好是台北疫情大爆發的時刻 對 保安哥大人群的柯文哲 為什麼坐在疫情期間 做那麼多怪事 然後特立獨行 想一些突發奇想 後來才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他的心根本不在疫情 他的心不在防疫 他的心在哪裡 心放在如何去服務這些財團 還記得嗎 2020年的時候 同時除了進化城最重要的就是北市客 但柯文哲 我們講喔 保安哥 問他進化城的時候 沒有啦 保安哥 那個是共識決 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啦 結果各位 來喔 北市客 全部就是柯文哲 一個人拍板做決定 第一件事情 3月3號那時候 市長市會議記錄 就在市長市開了會議 他說什麼 柯文哲組織 我們決定把上個基地 一分為三 個別招商 保安哥這是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星光 請問一下 原本單獨整個這麼大的面積 三個 16 17 18加起來 他吃不吃得下 吃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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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跟你講說 明明國內有那麼多其他的大的壽型公司 財團都可以去吃下 他就硬要把它一分為三 而且不好意思喔 分的這個紀錄為什麼要分 有什麼理由 不知道 因為根本沒有錄音檔 完全沒有任何會議記錄 但是到了我們講4月19號 他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除了把這個東西一分為三以外 他還說 有利長期產業發展 而且彈性 不限產業這個所謂的類別 不對啊 你以前就是用產業的類別 你把人家都趕走 你把人家趕走 人家不想來了以後 你突然偷偷摸摸的 把這個限制產業給拿掉 限制產業拿掉 只有誰知道 只有星光才知道 觀眾朋友 坦白講 從頭到尾這個真正的問題 16 17 18 為什麼招標不出去 為什麼留標兩次 第三次才成功 根本不在於面積大小 而是在於這個限制產業類別 你知道這限制產業類別是什麼嗎 我今天不管是你一萬公頃 還是幾公頃 你只要有20% 他說你一定要給我做什麼 醫療專區 對 智慧醫療專區 那我就請問一下 今天大的建設 大的受險公司 今天除了醫院有關之外 誰有辦法去做這個啊 沒辦法 所以再便宜也做不到 他是到後來第三次之後呢 拆分 當大家眼睛目光焦點 通通放在這個拆分三的時候 再偷偷把它放在後面的時候 我們不限制類別了喔 那保理哥我就請問一下 有多少廠商知道這個訊息 都不知道 有 有一家知道 星光知道 對 星光因為他有一的他都知道 反正我都行得通 所以這個搞定之後呢 他到了4月19號的時候 才召開我們講的 整個另外一個 市長背放入會議 他又說我們呢 採二階段招標 而且來喔 各位又偷偷摸摸 16呢三階段 17 18呢兩階段 你如果不仔細看 你就不懂這個差別在哪裡 他就講 17 18不用投資計畫書 換一次地也給你拆了 桌地板也不給你限制了 計畫書也不用了 然後呢連全力金 保德哥 都往下修了 你看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柯文哲變成建達柱基站 直接全部通通看法 裡面有大獎 送給星光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是什麼 這個會議根本沒有討論 這個會議剛剛講 幾點開的 五點開的 幾點散會 五點半散會 就代表 兩個副市長沒有參加 而且我等於說 進來了以後 我宣布內容 就結束了 對 因為當你問他金華社 他說那個都有公開記錄 全部通通通通通明上網 全部都杜維會決定 但你問到北市客的時候呢 他都不講話 他都不說 為什麼 因為全部沒有記錄啊 全部都是柯文哲 一個人拍板決定 而且這是我張宇軒講的嗎 不是喔 今天問到地震局長張志祥 張志祥他說什麼 他說那個是市長自己拍板的 問到杜維局長林同吉他說 那個是市長拍板的 所以所有人現在千副手指都說 光北市這個案件 柯文哲絕對跑不掉圖利 為什麼 因為從頭到尾沒有人替他做決定 也沒有所謂的共識決 就是柯文哲一個人拍板 我就是要送給金光 即便我們講小熊隊想要來標 即便我們講國內其他廠商 都想來標 但柯文哲獨牌綜藝 量身打造一個別人都進不來 只有星光能夠順進來 按照他身形 所描繪出來的一個巧門 所以這不叫圖利 什麼叫做圖利 好 所以小熊 柯文哲怎麼那麼敢 你直接講吧 他在有一個國際 非常著名的科技公司 也想來那個科技公司的時候 還說他沒有特別特別到 他說還特別打斷跟他講 不要 你不適合來這裡 現在全台灣都在爭取科技公司 爭取科技公司 你就可以找到 沈宇說是壽星薪水最好的產業 而且你可以帶到所謂的 現在最好的龍頭產業 結果你現在用一個 所謂的醫療專區 把人家給趕走 把人家給趕走之後 你再把這個醫療專區的 限制給拿掉 拿掉 不但拿掉了以後 你還只有讓一家知道 我跟你講 那個圓大 比鬥兒圓還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在放風 我就是要星光 到處放空氣 那圓大 其實從頭到尾 並沒有要標這個 T17 18 沒有 我跟你講 圓大我也熟嘛 我也問了 我也問了公務員 在你的節目 我把真相講清楚 圓大那個 那個所謂的羅森門事件 我講給你聽 一個上午下午弄錯 算了 至少同一天 圓大有沒有去 有 可圓大去 圓大是單獨 一心想要偽創那塊地 然後他一個人標 偽創開始沒來標 在內湖那個科技園去用地 他就去投標 打槍 很想不要打槍 打槍以後就寄一個風聲說 你被打槍你沒有了 你沒過 一家審核也沒過 然後後來打電話來 圓大老闆多高興啊 喜出萬萬 敗部復活 我就沒有跟他講 把他騙來 講的是那個偽創的那塊地 把他騙來 就偽創絕口不提 圓大當然一直講 偽創怎樣怎樣 他跟他講什麼 十六 十七十八 把你人騙來 我有 我有找金控 我跟你講 又有星光 還有圓 還有圓大 圓大有金控 還有建設公司 那個總經理 那個張 總次長張智晟也去了 等等等等 結果 他是玩這個遊戲 一方面勸對 灰熊的老闆 你家五千一猶 那個很厲害 一方面圓大的條件 比他更優異 然後把他弄來 有哦 我跟你講 我有找圓大到處講 好 今天重點是什麼 重點你 你非表兩次 那為什麼你在 星光標的時候 你應該星光 跟這個 這個金人寶 他不標到八十億嗎 底下四十億是公開的 你是標了四十二三億 多兩三億 他棒槌多付了四十億 然後怎樣 大家也在怕 另外呢 你同一天弄 同一天弄的話就變成 你要有所 有所的取捨 當然前面留標兩次 是不是標出去最重要 你當然要拆成兩天嘛 隔一個月 隔半個月嘛 不是 他把所有條件全部綁好 那星光得標 就真的那一幕 有這個故事 所以難道今天 所有人都反咬柯文哲 都是反咬柯文哲指示的 這個倒大沒了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更精彩 兩個副市長 一個倒大沒 一個是很聰明 就是蔡壁如講的 蔡壁如講說 他是律師了 黃珊珊都知道奪法律 就只有這個 我跟你講 這跟黃珊珊有關 關係可大了 什麼沒關係 前面 沒到潛水區的時候 黃珊珊都蓋章 因為他是督導 他是 產發局是他督導的 副市長的業務 然後都發局就是彭震生嘛 兩個分工嘛 兩個是副市長 結果 突然突然一個公文 黃珊珊踩沙車了 就蔡壁如講 我不蓋章 因為有一個標案上去以後呢 然後 連政風市都幹掉 股長發言 科長發言 全部政風市說 這個就是 就是徒利 就直接講出來 比金華城凶多了 這個案子 好 黃珊珊一看 你說這個徒利的嫌疑 比金華城更明顯 直接對幹 跟市長 為什麼要對幹 你政風出都看不下去 政風出來 那個科長不是 還被調走嗎 等等 我們在節目講過 好 黃珊珊看 連政風都出來了 這個會出大事 律師懂 你知道 從此不蓋章 那不蓋章 叫彭正先生蓋 彭正先生也蓋 蓋一蓋 不行 這個也不是我的業務 幹 我怎麼那麼傻 那阿伯逼我蓋 我就蓋個一兩次敷衍一下 好 回到這個 構成阿伯圖利最明顯的 兩個副市長 沒有開會副市長不去的 這類似便當會好不好 要備忘錄有沒有 這個 來 一 柯文哲有沒有 柯文哲在 二 是不是陳志明 秘書長 陳志明他真正的心腹 陳志明本來是交通局長 後來升副秘書長 後來又升秘書長 忠攬大權 陳志明他的第一愛將 然後再來 林聰傑有沒有去 去 再來一個主任有沒有去 許建輝去了 四個人就 四個人決定了 沒有副市長這個看不在 所以他就弄 所以這個案子 彭正先生 特別是黃珊珊 是有機會閃掉的 阿伯自作自受 對 吳總 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黃珊珊最厲害 黃珊珊最神秘 剛剛講 柯文哲在最後的時間裡面 把所有的畢生功力 全部壓在身上 後來連第二預備金也用了 也全部給黃珊珊 阿伯還陪他拍了很多影片 也都給黃珊珊 我什麼都給黃珊珊了 可是黃珊珊卻所有都躲掉了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黃珊珊沒那麼厲害 但是從這個 最近在北檢的消息來看的話 北市科要開始調查 那北市科現在我們談了半天 都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這個是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 從中轉景 然後開始奇奇怪怪的怪招 這裡很多柵欄 造成星光以外的人的參與 就排除 他的兩招 一個是排除掉 那排除的招式 都是柯P親自下命令做的 對不對 可是中間還有很多公務員參加 所以程序上是合法 所以沒有構成土力 因為程序合法 然後第二個部分 他讓他飆到 飆到這個關鍵來了 總共有幾家公司去領標 九家公司領標 我公開招標 柯P一定會這樣辯論 公開招標怎麼辦 公開招標我沒有土地啊 因為你 他們不來我怎麼都知道 結果我認為在這個案子上面 檢調一定會做一個重要的動作 第一個 你怎麼變成一家來投標 其他八家都不來投標 第二個可能性更惡劣 什麼惡劣你知道吧 就是由台北市政府 洩漏領標名單 給星光獸 讓星光獸一家一家 跟他是搓原子湯 為標 我覺得這個行為比較 可能性比較大 因為這是穩的嘛 對 否則的話我這個金額填不下去啊 我怎麼知道 坐在那半路殺這個騰曉金 當天一開標 你說他怎麼敢丟四十億 怎麼敢 那麼有把握丟一個低價 進來決標 那一定有類神通外鬼 那這個動作 檢調會不會查 一定查得出來 沒問題 所以沒有 可是這個就算是有洩漏這個底標 洩漏 不是 洩漏名單 這也是公務員違法 這不是柯P喔 辦不到柯P喔 你知道嗎 所以那這裡面就有學問啊 那是這個整個事情 跟柯P之間的關係在哪裡 所以我講兩個部分嘛 一個是保障他得標的那個手法 最後的洩漏名單 表面上公開招標 實際上在圍標 可是那這個東西 辦到公務局局長而已 就是投標單位 對 所以那問題是那怎麼樣查出來 那跟柯P沒有關係啊 跟柯P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柯P可以很容易逃鬆 沒有 林聰傑會咬他 讓柯P有關係 就要在哪裡了 就是有關係 就是這個連結 就柯P跑去跟吳東進 去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把這整個事情告訴吳東進 這個才是環節的問題 所以吳東進 關鍵在吳東進 當然是吳東進嘛 吳東進憑什麼有把握 有整個計劃 能夠這樣子作戰計劃 能夠搬上檯面嘛 這是整套作戰計劃 這個作戰計劃就是在他們 在這個整個市場市 一次 兩次 三次的會議當中嘛 那這個會議當中最後的結果 他怎麼會 吳東進怎麼會知道 那吳東進不知道的話 新售怎麼敢去出一支標呢 對 新售如果說我是新售的話 我安全一點的話 我出三支嘛 我跟元大接一支 跟這個阿媽阿狗接一支 三支標一次把它解決掉 所以他有第二個問題 應該要一支標來投標的話 當天不能決標的 因為為了要維護 市政府的利益的話 你要當場備標 重開一次 對 這重開一次才兩個禮拜嘛 什麼一個月嘛 有什麼關係 他沒有 當天把它決掉 所以那個決標是一個 怪異的行為 可是怪異不等於違法 還是不等於違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的 關鍵檢調怎麼查 是查出來吳東進跟柯P 直接有一個犯譯的聯絡 這個才會承案 這中間的東西都是空的 吳東進有沒有一個個 打電話去拜託 甚至於柯P有沒有去拜託 你們不要投標 市府有沒有勸退 這也是關鍵的 這種就是要犯譯聯絡 這個如果架構完成的話 那柯P就跑不掉了 如果沒有到這個情況的話 北市科非常難辦 跟他不是講嗎 我先把你兩次的備忘錄 都拿出來了 你都市長會 市長是開會 市長自己覺醒 還不夠嗎 關鍵在最後那個關鍵 他公開招標 我前面怎麼不合理都沒有關係 我後面公開了嘛 公開我沒有排除任何人啊 我復合採購法規定 所以關鍵在那個公開招標 那個公開招標 其實也是一個 整個遊戲裡面的計畫一部分的話 這個犯罪才成形 所以最後那一點是最重要 我認為那整個作戰計畫 吳東進應該是全盤掌握了解 跟柯P一樣 那這兩個同樣是叫做 同樣的就是共同政敗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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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